蒙恩典的经文是 约翰福音16章20到22节 约翰福音16章20到22节 由我来奉读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道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世上生了一个人 你们现在也是忧愁 但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阿们 接下来由金光唱识班通过视频显示之后 由林学灵牧师讲 主治大的爱 今天的内容是 参考了约翰福音讲解爱篇等内容 亲爱的圣徒们 这周是受难周就是苦难周 我想大家应该是在想着主受难的过程 满心感恩 耶稿为了遭受十下苦难 进耶路撒冷时 众百姓拿着棕树枝出去迎接 以色列王耶稣 人们亲眼看到 耶稣行了奇妙的事 体验了耶稣说话随着权柄 认为耶稣才是神差派的以色列的救主 充满期待 以为耶稣将会就他们摆脱罗马的压制 成为一名伟大的王像 大卫王统治时代一样 恢复以色列的荣耀 耶稣背负众望 融入耶路撒冷城 那些群众看到耶稣就喊着和三纳 热烈欢迎了耶稣的到来 而在五天后 曾经高呼耶稣为以色列王的欢呼声 转变为群众愤怒的喊叫声 定耶稣十字架 定耶稣十字架 众人蜂拥而至 辱骂嘲笑耶稣 很多人手上摇着 宗树枝高声欢迎耶稣的那天 实际上就是耶稣 惨遭苦难的第一天 为什么要发生这种事情呢 用贵神的儿子 为何披带肉身 降世为人 佩德享受君王荣耀 全世的耶稣 为何要受死呢 是为了拯救因者罪 注定永远死亡的人类 这就是爱的最高境界 爱有伟大的力量 非常奇妙 把无能的人改造为大能人 没有什么文化的渔夫 被视为罪人的税吏 穷人寡父等 在世上没有地位的人们 自从遇见耶稣后 人生有了180度大转变 贫穷疾病等问题得到了解决 最重要的是感受到了之前 从来没有领受过的真爱 他们原本以为自己是没有用的人 却重生为神荣耀的工具 一直以来我们蒙受了如此厚爱 这就是爱的力量 接下来我要讲 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治大的爱 愿大家借此机会 再一次将受难周的意义 铭刻在心板上 感谢主的恩典 亲爱的圣徒们 主治大的爱第一 是为了担负救主的使命 舍弃天上荣耀 来到这地上的爱 太初以道的样式存在的神 替代人的形象来到了这地上 路加福音记录了耶稣的降生 路加福音二章一到七节说 通真女玛利亚靠圣灵的能力 怀了耶稣 后来跟丈夫约瑟一起去了伯利恒 可惜客店都满了 玛利亚就在一家客店的马棚 生下了耶稣用布包起来 还没有地方让他躺下来 就把他放在马槽里 万君之耶和华神的独生爱子耶稣 生在马棚里 躺在马槽里 是因为什么呢 这就是神的美意 神想要赐福于我们 传道书三章十八节 我心里说 这哪位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神试验人类 结果人类不过像兽一样 你可能会觉得奇怪 怎么能说人像兽呢 但想想 有些人特别恶毒 还真不如动物 就连狮子 豹子等猛兽 也除非肚子饿了 或者生命兽的威胁 就不会攻击别的动物 有的动物只要找到配偶 一生都不会背叛对方 还为小仔做出不少牺牲 人们却作为万物之灵长 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 发起战争 杀死无数的人 妇女孩子也不例外 最近东南亚某一国家 发生了流血事件 真让人心痛 军方发动政变 平民示威 军方枪杀 拷打那些示威者 导致很多人死亡 通过媒体看到的 昨天看了新闻 死亡人数已经超过500名 里面也有小孩子 正为他们难过 亲人临舍之间 邻居之间也很难找到真爱 离婚率越来越高 因为贪财 父母孩子之间 亲兄弟之间还告到法庭 甚至杀人 又是神良善的形象 内心被罪恶污染 追求世上情欲 个人欲望 犯各样的罪 简直情受不如 耶稣来到这地上 躺在马槽 是为了代数像兽一样的人类的罪 让他们得救 约翰福音六章五十一节 耶稣说 我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人若吃这粮 就必永远活着 我所要赐的粮 就是我的肉 为世人之生命所赐的 吃从天上降下来的生命的粮 意味着把神的道 当作心中灵粮来消化 人吃东西才能存活 人的灵 也要吃灵粮 才能存活 耶稣就是 道成肉身降世为人 做了像兽一样的人类的 生命的粮 人们通过耶稣 找回了人的本分 恢复了丢失的神的形象 神为了告诉人们 这个事实 让耶稣躺在马草里 这生命之道 有多大的能力 一位女执士 最近读了主任牧师的书 做了见证 希望大家 我从初三开始有幻听 上高中的时候 跟同学们出不来 上大学的时候 无法正常生活 无法正常上学就退学了 我来到首尔 跟着妈妈来到本教会 过想生活 因为有幻听 心里总是不安 胡思乱想 注意力不能集中 看书 想都不敢想 都不能正常礼拜 一直受到搅扰 我也很了解 他 他平时都不能来到圣殿 他很想来到圣殿礼拜 但是因为有这个邪灵 搅扰 所以他不让他进圣殿 让他只是在外面徘徊 这次读了 主任牧师的书 这次听到教会举办 读主任牧师书籍的活动 我只是想参与 慢慢地读 但是教区说 要给先读完的 25名圣徒发礼物 还陆续公布名单 我也想抓紧时间读完 结果发生了神奇的事情 我20多年没有看书 但可以聚精会神地读下去 心里充满幸福 在读《灵魂肉》上下册的时候 特别喜乐 犹如被新世界吸进去 读得很快 最后四本书 三天就看完了 以前总是焦虑不安 做什么事情都不能集中精力 但自从读完 十本书 幻听就没有那么严重了 人也变沉静了 我读完十本书 很有成就感 有自信了 信仰生活也更加充满了 我能读完主任牧师的书籍 这已经是一个奇迹了 现在礼拜的时候 也能够安静地坐下来 用心灵和诚实拜神 代理祷告会 也可以从头做到尾 主任牧师积攒的功益 真的很大 当我顺从读主任牧师的书籍时 邪恶的 仇敌魔鬼撒旦退去 心灵得到更新变化 找回了人当尽的本分 哈利路亚 这是他做的见证 我听了他的见证 我再一次能够领悟到 这圣洁的福音多么宝贵 这圣命之道多么宝贵 那我们怎么能 才能走出这种 像兽一样的生活 获取新生呢 传道书十二章十三节说 这些事都已听见了 总义就是敬畏神 谨守他的诫命 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 依照经文 当做就做 尽做的就不做 当守就守 当气就气 这就是谨守神的诫命 说要谨守遵行经文 很多人就是说 那么多诫命 怎么能全都遵守呢 过去生活太受罪了 神绝对不是 想让我们受罪 父母爱孩子 会教孩子 好好学习 洗洗干净 教他很多做人的道理 同样 神也教导我们 做好人当尽的本分 神不让我们做一些事情 就是想保护我们 不治遭受 事贪患难 不下地狱 叫我们做一些事情 就是为了让我们 蒙受祝福和应允 带领我们进入天国 希望大家完全明白神的爱 发自内心地敬畏神 坚守遵行神的诫命 完全恢复 丢失的神的形象 得享永生福乐 我们的主 为了带出我们的贫穷 选择了贫穷的生活 舍弃天上所有荣耀 来到这贫瘠的地上 生在简陋的马棚里 一生都很穷 马太福音八章二十节 耶稣说 湖里有洞 天空的飞鸟有窝 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 耶稣到处宣传福音 医治病人 都没有固定的房子 走遍各地 食水变为酒 用五个饼 两条鱼 使五千多人吃饱 还把碎饼 碎鱼收拾起来 装满了十二个篮子等 彰显了奇迹 他有这么大的能力 为什么非要过穷日子呢 格林德后书八章九节说 你们知道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 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 可以成为富足 就是为了让我们成为富足 耶稣是天地万物的主宰 却在这地上过贫穷的生活 就是为了带出人们的贫穷 让他们成为富足 便大家领悟到 想让我们成为富足 愿意赐福于我们的神的爱和主的爱 其中的美意 从而信靠耶稣基督做好人当尽的本分 灵与肉都蒙福 荣耀神 亲爱的圣徒们 主至大的爱 第二 是用爱完全了律法的爱 神赐人们律法 为了拯救罪人 差派独生爱子耶稣到此地 以此显明了他的爱 用超乎公义的爱完全了律法 耶稣时代的那些律法主义者 都是形式主义者 他们并不明白神的爱 我们主的爱如何 主耶稣深知父神原本的爱心 亲自用爱完全了律法 约翰福音八章 心淫的女人事件就是具代表性的例子 文士和法利赛人 带着一个心淫时被拿的妇人来 向耶稣控告 耶稣并没有叫他们依照律法处罚 却弯着要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写的是人们普遍犯的罪行 写完那些罪名 看着他们对他们说 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 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 想让他们明白 在神面前所有人都是罪人 谁也没有权利给谁定罪 随后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 这次好像亲眼看见一样 把那些人的罪过详细地写下来了 比如在何时何地犯了什么罪 人们良心受到谴责 一个一个地都出去了 那个时候人还是比较善良 比较有良心 现在可能 现在有人可能听到 看到这样的罪目 也会用石头打死那个妇人 只剩下耶稣一人 还有那妇人 耶稣问那妇人 那些人在哪里呢 没有人定你的罪吗 他要反顾周围说 主啊没有 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 去吧 从此不要再犯罪了 耶稣不仅没有定那妇人的罪 也没有用律法指责那些 定妇人罪的人们 用爱心提醒他们可以悔改 这么说 只要爱神爱人 就不需要律法了吗 不是的 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 耶稣说 莫想我来 要废掉律法和先知 我来不是要废掉 乃是要成全 有人说我爱神 我们也不知道 他的爱有多少分量 要有律法才能衡量 他如果尽心爱神 肯定会谨守律法 一点都不觉得累 亲爱的圣徒们 我们要明白主用 爱完全律法的心意 我们也要去爱 约翰一书四章七八节说 亲爱的弟兄啊 我们应当彼此相爱 因为爱是从神来的 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 并且认识神 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 因为神就是爱 我们里面如果没有爱心 就不能说认识神 爱也不都是一样的 世上人不信神 也经常做出爱的表白 但他们的爱是注定腐朽的 属肉的爱终究会变 属神的爱是真实 永恒不变的属灵的爱 现在在世上很难找到属灵的爱 人们经常说爱 但时间久了就会变 求自己的益处 追求情欲 都是属肉的爱 说几个例子 先说说夫妻之间的爱情 恋爱的时候说 没有你我会活不下去的 我会永远爱你 但结婚 婚姻生活久了 大部分都会变 对方跟自己想的不一样 以前努力配合 现在对方不听自己的 心里就不舒服 伤心难过 就在几十年前 很少有人离婚 但最近人们说爱情也有保鲜期 一年两年 顶多是三年 轻易就离婚 又很快找人再婚 说我对你是真心的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亲情也一样 也有的父母特别爱自己的孩子 可以为孩子死 但这也不能说他们成就了属灵的爱 如果有属灵的爱 不仅要爱自己的孩子 也要爱别人家的孩子 可惜世界变得越来越恶 没有多少父母为孩子做出牺牲 有些家庭 父母孩子 为了自己的利益 反目成仇 亲兄弟之间的亲情 朋友之间的友情也是 只有环境条件符合自己的想法时 才会持续 条件变了 随时都会变 大部分人都希望自己的爱得到回报 当然爱得火热时会说 我爱你 我愿意为你付出一切 不求任何回报 等他变迁了 就会后悔自己曾经全心为他付出 没有得到回报 这一切都是所求回报的 属肉的爱 神要的真爱是什么样的呢 克林多前书十三章四到七节说 爱是恒久忍耐 又有恩慈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 不张狂 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轻易发怒 不计算人的恶 不喜欢不义 只喜欢真理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这就是属灵的爱 但最近人们 不能做不到横决忍耐 稍微 自己稍微吃亏了 就会生气 不喜欢对方 或者远离他 保持距离 但属灵的爱 可以为神的国和意 献出生命 因为爱神 甘愿为弟兄 舍出性命 甚至可以为仇人 奉献生命 要达到这种境界 神和主先障碍我们 所以我们也当障碍他们 当我们真心爱神 过好信仰生活时 难免会遭受难以承受的恶恋 有时候还会失去 自己所有宝贵的东西 但只要想想主治大的爱 心里就不会搅动 一如既往的爱神 信赖神 常说患难见真情 当面对危机和考验时 才会知道那是不是真爱 遇到失恋 就失去信赖 这就不是真爱 这样爱了就不会变心 尽生命的忠诚 完全信靠神的爱 如果明白主治大的爱 对待灵魂的时候也一样 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说 主为我们舍命 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 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 真心爱神的人还会真心爱灵魂 他们丝毫不求个人的利益 为对方付出一切 不指望任何回报 不求回报 牺牲自己 为对方付出一切 把水肉体的离弃多少 就会成就几番真爱 断绝罪恶和不法的事 成就圣洁 就能结出没果 圣经上记录了那些离弃罪恶 以爱神为至上的信心的楷模 都成就了多大的爱心 摩西先知在《出埃及记》 三十二章三十二节说 倘若尼肯赦免他们的罪 不然 求你从尼所写的册上 涂抹我的名 哪怕自己的名字 从生命册上被涂抹 也渴望拯救以色列民族 使徒保罗 在罗马书九章三节说 为我弟兄 我骨肉之心 就是自己被咒诅 与基督分离 我也愿意 骨肉之亲是指 逼迫使徒保罗 反对他的犹太人 斯蒂凡指示 在被石头打死的时候 在《使徒行传》七章六十节说 主啊 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 像这些 信心地楷模 我们的主要牧师 也一直在实践主的爱 神叫他爱 不是因为 这是神的吩咐 也不是出于勉强 像摩西先知和使徒保罗一样 为众灵魂做出 恳切的爱的表白 他说 如果能救一千个灵魂 我甘愿替他们下地狱 主要牧师非常清楚 地狱是什么样的地方 他曾经说过 无论在这世上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都不要做会下地狱的事情 不过如果能够代替下地狱的灵魂 他也可以选择这条路 那一千个人 可能包括在本祭坛过向生活的灵魂 可能是一直听真理之道 目睹全能 却没有选择真理 走向死亡的工人 或是圣徒 也可能是不明白真理 还误会嫉妒本祭坛 控告的人们 或是因为战争 饥荒 贫困而绝望的 非洲偏远地区的可怜的灵魂 或是以前圣灵做工火热 但不再彰显圣灵做工的国家 在那里与世妥协的众灵魂 主人牧师说 既然主耶稣为他而死 他也甘愿为众灵魂献上生命 他不只是说说而已 他爱灵魂 胜过爱自己 为了拯救他们 每天付出一切 他说这样做 就是因为明白 这就是爱我们的父神最大的期望 怎样才能向更多地方传福音 怎样能够彰显更大的全能 让更多人信主 怎样才能让他们明白 这个世界是虚空的 让他们努力进入更美的天国 我们亲爱的主要牧师 每天就想这些 我们也要向主要牧师学习 把主制大的爱 宁刻在心板上 真心爱神 爱灵魂 亲爱的圣徒们 主制大的爱 第三是 至死顺从 成就十字架的旨意 还赐给我们盼望 安慰我们的心 耶稣深爱众灵魂 在他传道生涯 快要结束的时候 默默地为十字架苦难做了准备 站在门徒们的立场上想 耶稣在十字架上悲惨受死 特别痛苦 哀痛不已 体贴肉体的时候 无法完全理解属灵的事 但体贴圣灵 就会感受到 蕴含在其中的 父神奇妙的旨意和爱心 从蜀肉的观点来看 耶稣背负十字架 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但从蜀灵的观点来看 神的计划和旨意 准确无误地照此成就 明白这一点 就会喜乐充满 耶稣很快要遭受十字架苦难 就在克西玛尼身上 恳切地祷告了神 那祷告就是 清白无罪的耶稣 将要付出流血的代价 拯救全人类的 尽生命的呐喊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诸如大血点 敌在地上 若加福音22章42到44节说 父啊 你若愿意 就把这杯撤去 然而 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意思 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 加添他的力量 耶稣极其伤痛 祷告更加恳切 汉诸如大血点 敌在地上 当晚 耶稣被军兵逮捕 受审 被判死刑 马太福音27章28到31节记录 罗马兵丁用荆棘编作冠冕 戴在耶稣的头上 又吐唾沫在他脸上 把他拖到刑场 耶稣整晚都被戏弄 受鞭打 遍体鳞伤 投破血流 还背负木头十字架 上了各个他山 有一群人跟在后面 耶稣血流满面 惨不忍睹 都认不出来 遭受各种拷打 虚托 向前迈出一步 都很难 走到各个他山上 为带出我们的罪 被钉在了十字架上 罗马书六章23节说 罪的公价乃是死 就是为了赎出我们脱离 律法的咒诅 被钉在木头十字架上 流进了宝穴 头戴荆棘冠冕 留下宝穴 戴熟了我们通过一年犯的 所有罪 手脚背钉 戴熟了我们用手脚犯的 所有罪 百姓和官府懵懂无知 吃笑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 耶稣遭受剧痛 还用爱心 为把自己钉在十字架上的人们 祷告向神求饶 路加福音23章34节 父王赦免他们 因为他们所做的 他们不晓得 十字架刑罚是特别残酷的刑罚之一 比起其他刑罚 需要忍受更长时间的痛苦 手脚背钉 不仅遭受肉背撕开的痛苦 还严重脱水 血液不循环 身上的慢慢丧失 身上的功能 我曾经 在复活节 圣剧 我演了十二年耶稣的角色 就是演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 耶稣的角色 在上面的时候 被钉的时候 会有背景音乐 我在上面 被 我在上面 差不多十五分钟 不是真的被钉 是 但是我在上面 耶稣在上面 被钉在上面 六个小时 是什么样的痛苦 在沙漠 还有那些虫子 来钉咬 会多么痛苦 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 整着六个小时后 说我渴了 这是 熟肉的 渴了 是淋漓口渴 就是渴望找回 走向死亡的灵魂 想着将来生活在世上的 无数的灵魂 告诉他们自己 为什么必须流血而死 嘱托他们传扬十字架福音 拯救灵魂 耶稣 最后说 成了 还说 父啊 我将我的灵魂 交在你手里 说了这话 气就断了 他完成了 为人类敞开 救恩之道 而做 挽回记的使命 将自己的灵魂 交在神手里 在人类历史上 此时的爱 达到了最顶点 结果 身与我们之间的罪强 被拆毁 我们得以 直接与神交通 以前大祭司 代替百姓 献了赎罪的祭 从此人们 凭靠相信 耶稣基督 可以直接向神悔罪 与神交通 只要我们领悟 神的这般大爱 离弃主所厌恶的罪 就会爱人如己 积极火热地 找回主流血的代价 拯救灵魂 为了仇敌 为逼迫自己的人 也会献上连续的祷告 原谅他们 这就是 亲爱的主所走过的路 是神的旨意 愿大家再次想想 耶稣遭受的痛苦和蕴含在其中的主 至大的爱 每天向主 做出爱的表白 更加爱主 圣徒们 耶稣在今天的主题经文中说 我往父那里去 你们就不再见我 门徒们感觉天要塌下来了 耶稣看穿他们的心思 对他们说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 世人倒要喜乐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耶稣受难 从属灵观点来看 就当喜乐 但从属肉观点来看 会觉得很可悲 作为门徒都不敢想象 耶稣看穿他们的心思 便说 你们将要痛哭哀嚎 还说世人倒要喜乐 是什么意思呢 世人是指 因为犯罪而受咒诅 注定做仇定魔鬼撒旦的奴仆的人 因为亚当犯罪 其后代全都受了咒诅 而耶稣代赎全人类的罪 打破仇敌魔鬼撒旦 拥有的死亡权势 敞开了获取永生的道路 怎么会不喜乐呢 将来门徒们领受圣灵 就会完全明白神的美意 于是说 你们将要忧愁 然而你们的忧愁 要变为喜乐 耶稣把他比作 富人生产的时候就忧愁 但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既生了孩子 就不再纪念那苦楚 因为欢喜 世上生了一个人 富人生孩子的时候会很痛苦 等他把孩子抱在怀里 看到孩子那么可爱 就会忘记所有痛苦 耶稣接着又说 我要再见你们 你们的心就喜乐了 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 门徒们再见耶稣是指 亲眼看见复活的耶稣 并且领受圣灵 门徒们看见复活的耶稣 并且领受圣灵 心就会喜乐 这喜乐来自神所赐的 真平安和真信心 没有人能夺去 耶稣反复地说这些话 是为了表明他坚定的意志 要全然担负 成就十字架救赎旨旨意的使命 仇敌魔鬼撒旦千方百计的毁谤 但耶稣靠着神奇妙的智慧 完成了十字架救赎旨的旨意 最终打破死亡权柄 复活 这句经文讲了 耶稣将要受难复活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 对一件事情 属肉的观点和属灵的观点 其理解的程度会有多大差异 耶稣在背负十字架前 详细地讲给他们 将来要成就的事情 为了成就父神的旨意 必须背负十字架 门徒们听了 虽然觉得痛苦 但又刺他们盼望 看到这个部分 我想到了 亲爱的主任牧师 在2017年 在岛高处讲的话 当时主任牧师说 在很多工人面前说 至今为了成就神的国度 遭受了很多苦难和逼迫 明知道会受苦受逼迫 但如果叫他再走一 再走一遍 他会怎么做呢 他会毫不犹豫 心甘情愿地走这条路 因为他爱主 我们的主遭受了十下苦难 如果有人需要替他受难 主任牧师说 他甘愿代替主受难 当时我听到主任牧师对主的浓浓的爱心表白 深受感动 已经受了很多苦 但即便会遭受更大的苦难 甘愿走那条路 当时凭我的信心 无法完全明白主任牧师的大爱 而现在看到主任牧师受苦 这才明白过来了 那些话不是谁都可以说的 不得不相信将来显要的 显现的复活的荣耀 果子和祝福 大得无法想象 主任牧师还说 不许我遭受那些苦难 大家会蒙福 所以不要担心 正如耶稣在受十下刑罚前 对门徒们讲的话 安慰他们 给他们探望 2017年圣诞节 某一个联合会聚会的时候 主任牧师讲了 敌基督和属灵战争说 到时候大家要守护我 主任牧师 知道将来会经历什么样的事情 所以讲了这些话 还讲了之后一定会复活 但回想过去 信心晓得圣徒们 心力动摇 离开生命的祭坛 有的人显露了 隐藏在心底的肉的属性 现在我们是什么样子呢 自己的心 自己应该最清楚 愿大家不要隐藏 自己的心 在父神和主面前 再一次查验 自己做得够不够好 如果默想并且记住 主任牧师在遭受这些苦难之前 讲的话 就没有必要怀疑 也不会觉得累 主任牧师一定会成就向着万民的神的旨意 我们只要等着主任牧师 怀着盼望奔跑就好 我也在主任牧师身边亲眼目睹了他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 彰显了多大全能 因此信赖他 信赖主任牧师凭着爱心祷告 圣徒们 我们的耶稣受十家苦难并非因为有罪 耶稣既没有原罪也没有自犯罪 为了拯救我们人类 遵照神的旨意 被钉在木头十字架上受死 神通过耶稣基督告诉我们 祂多么爱我们 这爱就是不惜最后一滴血的舍命的爱 谁能使我们与这份爱隔绝呢 亲爱的圣徒们 将结论 常说苦尽甘来 事意是艰难的日子过完 美好的日子来到了 就像这句话 林立蒙受那么大的祝福 不是白白得来的 要凭信心克服苦难 才能得到 罗马书八章十八节说 我想现在的苦楚 若比起将来要险于我们的荣耀 就不足介意了 耶稣遭受十家苦难 让人心如刀割 但因此而得的荣耀特别奇妙 让主的门徒们甘愿舍出生命 彻底现身的原动力 就是主所赐的至大的爱 主至大的爱 第一是舍弃天上荣耀 为了担负救主的使命 来到这地上的爱 第二是用爱完全了律法的爱 第三至死顺从成就十下旨意 赐我们盼望安慰我们的爱 罗马书八章三十七节也说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的事上 已经得胜有余了 这次经文 大家也要奔向谢罗萨兰 依靠爱我们舍出生命的主 得胜有余 时刻得胜 荣耀父神 奉主的盛名祈愿 思考今天听的内容一起祷告